北大陆去寒门学霸 评论区一万句嘲讽土吊丹 你没有穷过 你根本不懂 这两天 江西吉安一名高考生 上了微博热搜 他叫蒋乔 因今年成功考入北大 成了全村的骄傲 视频中 蒋乔骑马带红花 忍住笑意从街上经过 前后还跟着车队 从干部敲锣打鼓 路人纷纷为官 颇有春风得意马蹄级 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风光 数年寒窗苦读 得此佳记 本是值得高兴的事 然而 评论区却出现了一些 嘲讽的声音 有点夸张吧 到底是个小地方 考生北大 并不意味着 这孩子有精彩的人生啊 大学毕业再说吧 没学好可就打脸了 言语之间饱含讥讽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份荣耀 是孩子无数的汗水 和一个家庭的奋力托具 才换来的 他们翻山越岭 披星待月 可能拼尽全力 也只不过走到了一个 跟别人一样的起点 就像《银魂》里那句经典的台词一样 和那些喊着金钥匙出生的少爷们不同 我们活着就已经竭尽全力 你没穷过 你永远不会知道 对于一个出身农村的孩子来说 考大学意味着什么 黑龙江克山县 父亲在拿到一双儿女的录取通知书时 哭了 李双 李可欣姐弟 经典双双考取了哈尔滨理工大学 该所学校在全国工科排名前三 面对镜头采访时 李双腼腆地说 我就是一直听老师的话 跟着做题 认真一点 用点心 然后就考好了 老师却一句话出种真相 这孩子学到黑白颠倒的程度了 简单的四个字背后 不知道是多少日夜的分力感超 而他们的父母呢 父亲患有麻痹症 腰筋盘突出等疾病 母亲常年被风湿缠身 然而两人一直在不辞辛劳地 供两个孩子读书 原先就两头牛 才发展到四头 孩子开学急需用钱就卖了 赶不上开学前卖 就问亲戚借钱 这个老实八交的男人 说这些的时候 好像在说买菜一样轻松 但其实 为了这两个孩子的出路 已经耗光了 他们所有的家庭 所有一朝成名的孩子背后 都藏着父母的苦与汗 山东资博的赵大叔 今年五十八岁 一直在工地搬砖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一片瓦三斤重 一次搬十几片 一天一万五千片 一共三万多斤 这一班就是二十年 粗糙的砖头 把他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姐 他也终于把两个儿女 攻上了大学 不辛苦 只要孩子们能考上大学 我干啥都成 面对镜头 这个憨厚的男人 笑呵呵地说 每年夏季 茅坛场中学的学生家长 总会刷一波朋友圈 他们 放弃自己的工作 租住在学校周边 摆摊 也要陪在孩子身边 每天按时去送饭 希望孩子考出好成绩 去拜神术 高考那天 万人送行 白燕松在提到 茅坛场中学时 不无唏嘘地说 我做不出任何 嘲讽茅坛场中学的事 我愿意用温情 祝福那些普通的家庭 条条大路通罗马 他们却要靠自己 去建造罗马 高考是深深学子 数年寒窗的放手一搏 也承载着一个个家庭的希望 被命运困在山村的他们 比任何人都清楚地知道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读书是最容易走的那一条路 读书虽然不一定 能让你立于封顶 但至少 不会让你跌落谷底 知乎上曾有个话题 为什么穷人家的孩子 拼得命也要努力读书 有个高赞回答说 因为读书能让人拥有 更多的选择权 让你不用被迫谋生 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穷 就意味着被命运的大手 反复揉搓 毫无还手之力 纪录片《穷富翁大作战》里 有一期请来了香港富豪田北辰 节目组安排他体验 为时三天的环卫生活 住龙屋 时薪 二十五港币 他每天只能步行上班 一天工作十七个小时 买不起便利店的面包 这位号称 拥有富人思维的大富豪 很快就得生活缴械投降 如果不是因为只体验两天 我根本没有斗志了 这种生活 太让人绝望了 他发现 穷人一直在被生活推着向前 没有长远的规划 更别提学习和自我提升了 录制即将结束时 这位毕业于哈佛大学管理系 身价过亿的富豪 用一句话总结了 这几天自己的感受 这个社会 正在极严厉地惩罚 不读书的人 的确如此 在这个人人都在拼搏的年代 读书是最容易争取 核心竞争力的机会 也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捷径 打破阶级壁垒的最好方式 是用一张通知书 先把自己送出大山 云南寒门柜子崔杏涛 曾经每天买一根火腿肠炒饭吃 实学三年 平常在工地干活补贴家用 扎身工地时 与普通工人没什么两样 都是在工地下苦力搅拌泥沙 平均每天要在工地干 十一到十二个小时的活 一家人命朝黄土备朝天 最多是三人一天 能赚到一百元钱 然而 当一支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送到他手上 他的命运必将因此被改写 就如他自己所说 像我这样的家庭 只有高考能让我迎来 人生更好的平台 于敏红存在奇葩大会中说 对于绝大多数寒门色地来说 高考是他们唯一的上升阶梯 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 是一张兑换新天地的入场券 大学以前 你的出身是你的原生家庭 大学以后 你的学历就是你新的出身 读书改变命运 绝非跳出寒门那么简单 而是在眼界上不断突破狭隘 精神上持续追求卓越 农村的孩子 没有别的衣棒 只能用自己的汗水 为自己搭起阶梯 然后凭借这个起点 不断攀上更高的平台 去看更大的世界 成为更好的自己 这才是 读书改变命运的真谛 网上流传的一组对比照 真实地呈现了读书给人带来的改变 关于 安身之所 你总有一天要自己去独立 是卧眠七尺 还是居家宽敞 都看你自己的努力 关于同学聚怀 考生大学 让你接触到不一样的圈子 拥有不一样的歌曲 然后一点点改写自己的人生 关于工作 靠劳力吃饭不丢人 但高学历 能让你更容易拥有相对体面的工作环境 关于父母 他们曾拼尽全力送你去远方 你也应该努力给他们一个幸福的晚年 关于孩子 父母是你的起点 你是孩子的起点 现在你所占的位置 就是孩子未来的起跑鞋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在《红高粱》里写道 从高粱史到高粱中 看起来是一个循环 可它在这个过程中生腾 变成了酒 就跟原来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人 一代代出生 一代代死去 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不一样 不然 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呢 对于山里的孩子来说 大山是他们的命运 他们走出大山 改写自己的命运 原生家庭是他们的出身 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用双手去改变自己的出身 这就是一种超越 如果你没有穷过 请不要嘲笑他们 不是每个人都有光明的前途 也有人天生就需要自己 为自己铺路 也许你一出生 就拥有很好的条件 但不要讥讽那些 为了梦想竭尽全力的人 在这场与命运的较量中 他们已是自己的英雄 让我们祝福那些 已经和未来通过读书高考 突破阶层 改变命运的那些人 而这里面 是不是也有你呢 今天的故事 一定有很多的朋友 有不少的感悟 想要抒发对吗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 和我们共同分享